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迎来首个周末 市民游客纷纷如约而至 据了解 本届花博会设有180个室外展员和64个室内展区 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建设的展员展区 精品汇萃百花齐放 花开两岸同心圆梦 花博会台湾展员于近日正式开源 据了解 台湾展员包括室内台湾馆及室外台湾员两部分 室外台湾员以圆环步进同心环路串练蝶舞纷飞 同心亭 梦回阿里山 兰花雨林 101花塔 野西英龟等多个特色景观小品 浓缩展现包到台湾的卓美风资 圆内四周花海交织 直栽层层相叠 形成多元融合 圆满绽放的景象 予以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同心共援中国梦 我们的参展理念主要是 花开两岸同心圆梦 那我们这个园区除了展示 台湾的一些特有的植物 以及花卉品种以外 更多的是想展现 两岸一家亲 寻根 溯源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是台湾特有的 樱花沟稳龟 这样的一个鲑鱼品种 然后从蓝色的这个大海 通过台湾海峡 一路溯源 回到上游去进行繁衍 回到我们大陆的河流 这样的整体的一个概念 香港展员主题为寻香园 展员聚焦于香港 低标性建筑物 展现香港作为旅游城市的繁荣景象 让游人窥探香港开布初期的面貌 以及香港移民的由来 主要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体的设计 都是按照采用了香港的一些钟楼 一些旧的旧扩仓户 那个剪影 违感的 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游犬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跨博会 给各地来更加深刻的认识香港 让他们都知道 香港有那么多特色的东西 澳门展员主题为梦回豪江 展员与绿色卷轴的形式 诠释梦的形态 观战者在游园过程中 根据自己的脚步和角度 欣赏他们眼中的澳门 创想澳门新的篇章 和伟大中国梦之间的情怀和传承 据悉 中国画博会是中国花卉园艺领域 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 影响最广的综合性花式盛会 第十届花博会秉承生态创新 连结安全办会理念 旨在集中展示中国花卉业发展成就 生动演绎 花开盛世 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美好画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lunto